今天是元宵节 我带先生出去混 我说中午我们一起去吃个中餐 在东海渔村in Grey Street上 我喜欢的早茶 比如四肢排骨和皮蛋熟肉粥 我们走进餐馆 服务员说今天餐馆有点忙 大概要等一个多小时才能吃上 一个多小时有点太久了 我们就离开了 到了对面的来来餐馆 在古人街上的中餐馆 主要是为学生服务的 所以餐馆里的装饰就显得特别简单 在这里吃饭的人不是很多 我们很快就吃上了 这家店的老板很温馨 知道今天是元宵节 在上菜之前给每个客户送了一碗汤圆 吃完饭后 先生跟着我一起来到AMC电影院 去看电影《流浪地球2》 AMC电影院在香槟的北面 Prospector Avril Sun 靠近Mayer AMC是一家美国连锁电影院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院连锁店 它成立于1920年 我们买了票很快就找到了Room 8 座位是H11和12 很高兴这个位置很好 电影从下午1点45分钟开始 电影有点长 差不多到5点钟结束 这部电影给我的印象就是 画面感真的非常震撼 科技感也是大爆棚 让人有穿过时空的视野感觉 但说句老实话 因我的知识储备不够 没有看得懂 但有一点我是看明白的 就是灾难并不可怕 只要我们人类团结在一起 就可以创造奇迹 从电影院出来 夜色已来临 该回家了 今天是元宵节 过完今天就该过完年了 在这个团圆美好的日子里 我祝大家花好月圆 人安心安 家庭美满幸福 也祝我们的2023年越来越好